她是中国的秀兰邓波尔 然而她却没有秀兰邓波尔那样的好运气 有幸生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之中 两岁半的时候 父母把她视作摇钱树 将她推进娱乐圈拍戏赚钱 成为十三口人的养家工具 她就是冯宝宝 冯宝宝一生共拍过120多部影视剧 内地人较为熟知的 当属其中最有名的一部长篇电视剧《武则天》 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不叙色于秀兰邓波尔 美国旧金山市长还将她的出生日 命名为冯宝宝日 业内人是称他为香港的女儿 1954年冯宝宝出生于演艺世家 父亲冯峰既是演员 也是导演 曾经指导过戏录翔 并且一手捧红了李小龙 冯宝宝的母亲陈贵瑜 叔父黄敬文 也都是娱乐圈里的演员 家里共有兄弟姐妹11人 冯宝宝是家里的小五 作为童心出道的冯宝宝 比一般的童心起步都要早 两岁半就被父亲带到片场去拍戏 1956年 冯宝宝在电影《小烟家》里打酱油 因为面对镜头不哭不闹 还能听从导演指挥 让所有人惊讶不已 似乎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 冯宝宝只有五岁大的时候 还一不小心抢了导演女儿的饭碗 1959年 在电影《独丈夫》的拍摄现场 因为导演的小女儿不服从指挥 冯峰就把自己的女儿冯宝宝 推荐给了导演 凭借乖巧可爱又听话懂事的天性 冯宝宝在这一年 稳稳荡荡的演了一回戏份很足的配角 冯宝宝是香港最年轻的纳税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 同心冯宝宝月收入引进高达两万港币 虽然收入吊打普通人 但是他却一毛钱的片酬都没有拿到手 因为钱都被父亲冯峰拿走 还还赌债了 不仅如此 因为从小就拍戏 父母把他当成家里的印钞机 连读书都不让读 长到16岁的时候 连学校大门都没有进过 后来冯宝宝听闻一个消息 父亲冯峰想以十万美金的身价 将他卖到美国的一家娱乐公司 也是在这一年 父母闹离婚 双方为了争夺他这个工具人 不惜撕破脸皮 对不公堂 令他震惊的是 母亲竟然当众爆料了一则新闻 冯峰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只是他的养父而已 叫了十多年的爹 居然不是亲爹 而且还被他榨干了 所有的血汗钱 冯宝宝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 小小年纪就得了抑郁症 家人怕他出事 也担心失去这棵摇钱树 于是把年轻16岁的他 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所以冯宝宝走出家门 离开片场 迈出的第一步 不是背着书包上学校 而是背着药片进医院 这种抗抑郁的药 冯宝宝吃了十多年 病情稳定之后 冯宝宝在一位热心粉丝的资助下 终于有了一笔钱 他跑到英国学习橱窗设计 试图远离娱乐轩重新开始 然而这个愿望并未实现 1976年 22岁的冯宝宝 冯宝宝在英国留学期间 认识了做金融生意的赵在强 外表光线亮丽 如同白马王子一般的人物 让人生月历尚且的冯宝宝一见倾心 让人仅仅谈了一年恋爱之后 于第二年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没想到 这却是另一场厄运的开始 1981年至1983年期间 冯宝宝相继生下了两个儿子 分别起名为赵己宗和赵己正 或许是因为有了孩子的原因 赵在强 也不再对自己的真面目遮遮掩掩 据坊间传闻 懒人结婚不久 就有人到他家登门拜访 索要抚养赵在强私生女的生活费 更有传闻称 赵在强利用冯宝宝赚钱 在外面包养小三 不过这些传闻都被冯宝宝否定了 按理说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原因 哪个女子愿意在孩子年纪尚幼 需要母亲陪伴照顾的时候 奔波在职场赚钱养家呢 但是冯宝宝却在两个儿子 嗷嗷逮捕之际 重返娱乐圈赚奶粉钱了 1980年 冯宝宝在刘松仁指导的电视剧《风云》中扮演杨丽君 1982年 冯宝宝在电视剧《神女有心》中扮演演孩子 1984年 冯宝宝凭借电视剧《武则天》中扮演的女皇帝 红遍大江南北 不顾幼子 七二零三的拍戏 似乎是在为离婚之后的生活打经济基础 由此可见 冯宝宝的婚姻一定是出了不小的问题 活不其然 没过多久就传出冯宝宝即将跟 赵再强离婚的消息 1986年 冯宝宝向赵再强提出离婚 但是 赵再强死活不同意 并且放出话来 想要离婚也不是不可以 必须在协议书上承认自己有精神病 冯宝宝没想到 这是赵再强设下的陷阱 为了恢复自由身 冯宝宝并未有任何的犹豫 很爽快的签字画押 没想到 这样一纸离婚申请书交到法院 他却因此丧失了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据知情人士爆料 冯宝宝自从离婚后 每晚都是噩梦连连 而且总是一个相同的梦境 他梦到自己总是试图拼凑一个破碎的娃娃 最后却发现 那个娃娃竟然是童年时自己的样子 据心灵学家分析 这是因为残缺的童年导致的 而冯宝宝也相信 他对童年的回忆并不完整 每天在剧组奔布的日子太久 他跟家人团聚的日子少得可怜 不幸中的万幸 冯宝宝的前夫后来的再婚妻子 对待冯宝宝的两个孩子 是如己出一般 这让冯宝宝稍微安心 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然而花五百日红 冯宝宝的事业巅峰期 集中在他的童年和少女亲 而这一波红利 他自己却并没有享受到 当他决定自食其力 重返影视圈时 港台娱乐圈早已改天换地 新人辈出 在影视资源唏嘘的时代 一个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并不多 原本离婚之后 冯宝宝并未想过要再次进入婚姻 直到45岁那年 他才碰到能谈得来一个男朋友 这个男人就是翁赵全 据说当时两个人能够在一起 也是儿女们撮合的 常言道 半路夫妻不到头 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13年而已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冯宝宝一句不够相爱做结论 如今形单影只的冯宝宝 因为收入有限 只能过极一缩时的生活 勉强度日 好在他在影视圈里的人缘还算不错 拍戏的机会虽然不多 但是但凡有适合他的角色 也会有导演和制片人主动去找他 冯宝宝跟谢行的交情一直不错 早在他做童心的时候 两个人就曾经有过交集 早在上个世界60年代的时候 两人曾经在电影连理之中有个合作 彼时年仅六岁的冯宝宝 以反创同心的身份 在戏中扮演24岁谢行的儿子 因此开启了一段望远之交的友谊 可以说谢行是看着冯宝宝长大的 早在2019年的时候 两人再度合作 共同参演《杀猪和黄昏》的时候 时光已经过去了60亿年 若非指导这部电影的导演冯家动 力劝谢贤出演这部电影 想必谢贤也会因此错过影帝的机会 这部由冯宝宝和谢贤主演的电影 上映之后反响热烈 凭借戏中角色 连谢贤本人都不曾料到 能在83岁的高龄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殊荣 谢贤获奖后 首先就表达了对冯宝宝的感谢 更是坦言若不是因为有搭档冯宝宝的精彩配合 自己也不会获得此项大奖 虽然冯宝宝没能获奖 但是他却表现得非常开心 因为获得业内前辈的肯定 想必才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吧 其实对于后辈来说 冯宝宝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前辈 他在荧幕上留下的诸多经典形象 依旧令人印象深刻 冯宝宝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 也进入娱乐圈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儿子一直很有骨气 并不想凭借母亲的影响力发展 更是坦言 一定要做出传计 才向世人公布两人之间的母子关系 所以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儿子的艺名究竟是什么 不过冯宝宝之前参演的一部电影 妈咪侠却一不小心 暴露了这个儿子究竟是何人 原来这部电影的副导演 正是冯宝宝的儿子 如今冯宝宝虽然两病斑白 料太尽险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整容 让有岁月无情的在他脸上刻露痕迹 对于这种自然老去的面容 冯宝宝也没有拜托修图师做些调整 也因此获得不少网友的点赞 称他自然老去的样子很美 也很大极端庄